大家好,我是冰哥 今天花30块钱买了两斤黄腊钉 我们就用这个黄腊钉来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黄腊钉也叫黄鸭叫 遇到危险时,它会发出这样的叫声 大家说它的叫声像什么 你们这边的黄腊钉叫什么名字 接下来,我们把黄腊钉处理一下 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它的尖刺 不会处理的,可以在买的时候让老板帮忙处理 全部处理干净后,放在盆里 然后加入干净的清水 把血水都清洗干净 在抓血的时候,也要小心它的刺 如果不小心让它刺到,会很痛很痛 而且身体会很冷 把洗干净的黄腊钉依次放到碗里面 今天我的黄腊钉是买着一个钓友的 也就是野生的 把洗干净的黄腊钉擀上花刀 用斜刀切到中间的骨头处就可以了 一边大概三四刀 根据黄腊钉的大小而定 这样改了花刀的黄腊钉更容易入味 黄腊钉全部改好花刀 然后装在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来进行腌制一下 加入多一点的料酒 一勺食盐 再加入刚才准备好的葱姜 用手将它抓拌一下 让盐分和配料抓拌均匀 给它腌制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洋葱 先对半切开 再将它一分为四 然后把它切成方块 再用手将洋葱块全部捏散 捏散之后 全部装在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将生姜切成厚片 再准备几颗大蒜 将大蒜也切成大块 切好之后和姜片装在一个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点新鲜的紫酥 不管你是烧什么鱼 紫酥是烧鱼的灵魂 煮鱼加上紫酥 有很好的增香去腥的效果 切好后装在一个小碗中备用 最后我们准备四个小米辣 将小米辣切成圈 不喜欢吃辣的也可以不放 切好后和姜蒜装在一个小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黄辣丁也腌制好了 我们把它放在水里面清洗一下 要洗去表面的粘液 洗干净后我们准备一口砂锅 砂锅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下入刚才切好的姜蒜小米辣 然后我们开中小火把姜蒜小米辣炒香 炒香之后放几个红泡椒 将红泡椒爆香后 再把洋葱加进来 再把黄辣丁依次摆在洋葱上 加了洋葱垫底 黄辣丁不容易张锅 摆好之后加入一网温开水 也可以用啤酒代替 再往上面铺上一层辣椒酱 还有黄豆酱 再加一点香辣酱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不同的酱 最后我们将紫苏叶放在上面 水开之后扣上锅盖 小火蒙20分钟 时间很快就到了 我们打开锅盖 哇 香气扑面而来 再往里面加入少量的盐 适量的鸡精 再扣上锅盖煮两分钟 就可以了 好了 时间到我们打开锅盖 再撒上一点葱花 这个黄辣丁已经煮烂了 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一道鲜香美味的砂锅黄辣丁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黄辣丁肉质非常的细嫩 软辣又肉味 吃起来一点都不腥 就连汤汁拌饭 都能多吃两碗饭 喜欢吃黄辣丁的朋友 可以收穿起来试一试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点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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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